资深贷款经济降码 请致电降码408-858-3198 408-858-319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您在晚间七点钟准时收听 矽谷华人电台的财经天地 我是周乐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 他是降码他是资深的贷款顾问 嘿 降你好非常欢迎你 周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和大家在空中相会 真的呀这个感觉就是不同 今天是11月15号 已经是11月半了 然后今天又是个礼拜一 我想最近最大的一个 在消息面来讲 就是上个礼拜的FOMC的meeting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pivot point 就是他们真的要把缩表的 把这个放在市场的钱 开始要拿回去 分六个月拿回去 然后他们预计 data driven如果实在需要的话 他也可能会停止缩表 但是如果一切都经济往好的方向发展 他们可能会在明年2022年中就要开始加利息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股市啊利息啊是最sensitive的 那最近这个利息就有一些变化 那我们今天就请将来告诉我们通膨这么高 已经超过6% 然后现在的情况又是这样 今天的十年公债的回收率是上涨了一点 造成股市小小的下跌 那您怎么看待这整个的投资环境 是其实呢通货膨胀呢也是在此难免哈 这个我想大家都是亲身感受到的哈 然后加上file的准备缩表到明年应该到明年中的时候缩表就完成 然后如果那个时候呢通货膨胀还没有说到得到很好的控制呢 下一步就是加息 其实包括它的缩表呢 现在它都会影响到这个房屋贷款利息的啊 这个我们基本上在长远来讲的话会看到利息慢慢会往上走的 所以这个是我对一个大趋势的这样一个看法 其实现在呢我们concern最多的其实就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呢 其实我想也和以前政府印了那么多钱哈 有很大的关系哈 其实通货膨胀的话呢也会导致什么呢 就是我个人觉得让穷人更穷或者基本不便 其实让富人呢其实更富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观点 其实大家呢 做我们一般的老百姓呢也都应该利用这些 要有做富人的想法 要有做富人的想法 要有这个呃就是怎么说要有一个投资的头脑 嗯呃包括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去抵御这个通货膨胀啊 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买一些硬通货哈 嗯然后因为通货膨胀这些东西也会呃也会增值了 嗯这个硬通货呢 其实对我来对我们来讲最好的东西就是房地产 不动产 对没错就是房地产 这个房地产呢其实现在有呃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你已经有了房地产 ok然后房子上呃有了房地产你怎么去做 还有一些你没有房的呃情况怎么去做 出什么地方开始做房投资 嗯呃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还没有房的话 其实你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呃房子啊 看一看你自己的贷款能力呀然后去买一个房的或者甚至你有房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买个投资房或者换更好的房子去去住啊 因为现在利息呃虽然说我们预计的利息会慢慢往上了但是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历史非常非常低的这种呃低利息环境呃所以大家应该利用这个低利息然后去买这些买房子然后去做一些呃去抵御这个通货 要不然是要不然你如果你有钱你放到银行里或者你房子有equity呃不去洞堂了基本上就是相当于你把钱放到银行里然后没有利息然后你的钱就越来越不值钱以前对以前你呃十块钱可以可以买一磅牛肉可能到以后 买三分之一磅对只能买真的啊现在肉类涨价涨了好多就连那个鱼露都从三块钱涨到十块钱了对对大家都可以亲身感 感受到尤其我们去Costco的时候那个Costco的东西现在都飞涨对对都是印象都是呃都是非常感慨了啊哎呦好像这么多东西好多东西都贵了很多啊是呃所以就说到这呢我们就讲到比如说你买房的话呢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种这种弄口感然后呃可以可以适合不同的呃不同的不同的情况啊不是说不是像大家说的哦我一定要信用 信用特别好然后收入特别高然后收入特别高然后首付也要特别多哈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你信用也也许可以低一点呢然后你收入低的是不能七百分以下吧呃其实呢现在呃六很多比如说我们说的普通的像这种呃 confirming loan啊还有这种high balance啊他是find me friday mc 的loan他的信用分数都可以滴滴到六百二啊是你甚至可以更低的话你可以做那种FHA的loan啊五百八呀那些信用分数都可以但是我相信能好当然就是更好对对吧对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其实信用都差不多都很好一般七百分以下的都比较少比较少对所以我说但是如果手上呃呃 手款不够不够的话也并不是哪个人都是cash rich嘛那可是他有一栋房那这个时候就要做cash out 出来ok这也是有两种情况其实呢首付大家好像总有一个那个观念我要20%首付其实不是这样的哈比如说你做confirming loan的话基本上你的首付都可以到3% 三个percent就可以了对三个percent然后呢现在confirming loan是六十二万五嗯所以你想想你想想你三percent你可以带六十二万五哈呃也都是蛮呃呃就是你可能湾区买不了房但是你稍微东湾呃呃呃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呃都有可能或者是外周 对是可以也可以做外周了哈然后呢呃呃像这种反正你们GMCC现在在全美有六周都已经有分行了是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嗯 而且人在湾湾区也可以利用GMCC在德州的office啦没什么我们这边上去的Oregon啦还有Washington State都可以都有你们的分行嗯回头我也会介绍一下我们有一些外周的program 也都是也都是蛮好的哈就刚才说到这种首付的低首付其实你现在这种superconfirming loan呢它的loan amount是九十三万七哦其实标准的呃标准的这些呃啊superconfirming loan呢你都可以百分之五首付啊5%对5%嗯给大家举个例子哈这我忽然这个是我忽然想到的哈最近我们有一个loan program program还蛮好的哎它是它是一个promotion嗯嗯 然后呢你要是呃就是要求呢你要首付是在百分之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之间就是说要低于百分之二十它有promotion利率非常好而且没有那个贷款保险我我quote了一个呃呃像那种啊就是confirming loan的话都是2.75好像是啊然后那个啊就是superconfirming也是百分之十五首付啊 嗯它都是就是二点八七五哎呃呃而且是三十年固定了也没有point哎呃对呃都是非常好的利率所以就说现在的这些银行呢他们还是有钱所以他还是想把钱借出去对所以我们作为我们呃呃一般听众呢其实需要利用好这个呃这个呃这个 呃呃就刚才我们说到呃呃说到那个就是cash out的回头我们也可以多谈一些cash out的其实呃呃如果你放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房子里面有equity你不去动它就跟你放到银行里是一样的就好像自己没有钱一样哈 你一定要把这个钱呃呃你要把这个钱呃呃去很好的利用出来呃就是利用起来然后做一些投资这样的话呢你的财产去增值你这样才不会受到这个通货膨胀的这种啊很大的影响对对OK那这个是有promotion那通常的这些program现在的利率是多少呢呃通常的话就像比如说你20%首付的话通常也都是呃呃 比如说3%啊嗯 super confirming大概3%甚至更低2.875啊然后super confirming也就是呃3%啊3.125%嗯都还好如果你jumble loan的话jumble loan的话比如说你30年固定都可以买房的话哈都可以做到我我只是说20%首付如果你首付多的话利率还会更低20%基本都可以做到2.75啊2.625 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做那种7年的话都可以做到2.25啊2.375啊即使是现在啊对即使是现在其实其实现在利率还是处于很低很低的呃呃这种水平所以大家应该充分好利用利用现在还还还剩的呃这么多时间哈因为明年呃在以后的话基本我觉得利率会往上涨呃嗯就是最低的时候就是现在了因为过去你已经抓不到了所以以前再低的时候就是现在了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已经把握住了嗯但是如果现在还在打算明年有一些买卖房地产的打算啊或者是有一些条件具备啦现在还是可以做的那刚才您谈的您提到的这个cash out嗯我听说GMCC你们可以cash out的最高的limit就是80%的LTV啊啊是没错啊或者是贷款额500万啊啊对没错啊 那这是一个呃非常好的program哈首先呢就是你如果做cash out的话呢你可以做到就像刚才你提到可以做到80% 其实我觉得那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好就是没有拿出多少钱的限制但是当然就是呃我是说比如说你现在的房子啊呃呃呃值比如说六百万嗯你就可以拿六八四十八万 四十四百八十万 sorry四百八十万嗯就是一般的银行呢做开哨它都有一些limit哦你你最多不能拿出来超过一百万呢对啊或者三十万或者五十万以前我都记得是五十万嘛对有一阵子以前而且利率也都非常好如果你真的做到百分之八十可能也就三点多嘛 嗯如果三点多的话呃呃假设你把一钱拿出来做一些投资我想如果你只要那个投资的return超过这个利率你就是你就是合算的嘛对不对 即使现在去买公债的话你的买那种特别的公债的那种这这已经算是很低的了利息了吗都有六个percent啊哦真的真的啊啊这个我说真的是因为哈哈哈哈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投资账户哈啊他他有一部分是fixed income 他就是买的这些棒的他我看都是五个percent所以你说六个percent我我待会我们私底下我可以告诉你好的今天访问的嘉宾他是降马希望大家能够把他的电话号码记起来40885831984088583198或者是加降马的微信号就是降马2013非常好记电话号码还有微切的ID都非常好记 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以后回到现场 全美亚裔总商会会长董继琳与展望未来基金会创贷人CY签及以放梅加州排舞协会系各公益组织共同举办视讯掌座新生活的共识 主讲嘉宾陈瑞武教授Texas Austin周界原市长加州排舞协会创贷人Kiko Lin分享后疫情时代如何规划完善人生 12月4号周六下午2点欢迎各界踊跃报名网址bit.ly forward slash BEC4 slash new normal bit.ly forward slash BEC4 slash new normal 时间之音冥想于心The Soundmaker 机家响闹玩表展西岸首次亮相动听敏感融入精湛时间艺术三问时报 经典反转遇见传奇冥想时间非无形请聆听声音的注解 柔和精湛计时技术和卓越艺术天赋 玩表爱好者与藏家不可错过的玩表界顶级视听盛宴 11月22至30日限时展览免费入场 欢迎预约Westfield Valley Fair昌星珠宝机家专卖店4083801899 GMCC万东贷款住宅贷款业务新扩展至7个州 也可在全美26个州提供租赁物特别贷款计划 总部位于湾区的华人Direct Lander 10万到500万的大小贷款直接审核直接放款 欢迎致电GMCC专业贷款顾问获得免费咨询 1866GMCC为网站GMCCLong.com 电邮info at GMCCLong.com 欢迎有经验的贷款顾问加盟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他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致敬适合您的理财大系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驾谈详情 65岁以上的您请注意 如果您现有Medicare红兰凯福利 请抓紧时间参加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Chu 赵世文所举办的湾区 Medicare红兰凯讲座 时间有限有不同地区的零月费计划可选 请抓紧时间打免费电话 1888-746-6688 1888-746-6688 或上网 Simon888.com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 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从湾区 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领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在美国 平均每年有超过80万的人有心脏疾病 或是不幸患了癌症 中风等重大疾病 没有购买重大疾病保险 对很多承受病痛中的家庭来说 在经济与身心上都扛着极重的负担 苦不堪言 别让自己成为亲人的包袱 最专业的泛语集团 888-831-8868 资深贷款经济降马 经验丰富专业可靠 为您量身定制贷款方案 实现买无梦 降低利率 更加实现投资梦想 推出自助房超低重贷利率 54万8以下15年固定利率1.99APR 54万8到82万2 15年固定利率最低2.125 90万以上江波洞 5年ARM最低2.125APR 全部无任何费用 预约一对一咨询 请去点降马408-858-3198 408-858-3198 听众朋友 现在我们再度欢迎降马 来到节目当中 降我们来了解一下 现在买投资房的这些 不同的program 是怎么样 好的 其实现在银行对这些 真的是很友好的 比如说像这种投资房的话 基本上你都可以做到 像这种confirming loan 基本上你都可以20%首付 然后如果你是super confirming 当然如果你是super confirming 超过62万5以上的 我们基本上都当张伯龙去做 因为张伯龙的program 要比这个就是我们卖给Freddy Mac那些的利率要好很多 哦呦 是 那种的话基本上我们的 大概就是基本要求25%首付 我给大家举一个最近我们做的 还蛮多的一个program 这个program呢它是25%首付 带款额最高可以到300万 哦 然后呢就是它的利率呢2.875 当然但是它是5年的5年的arm 但是呢这个很吸引人 因为如果你张伯龙很大的话呢 你如果做一个2.875的利率的话呢 可以省很多钱 是 现在基本上30年的话 呃 30年 如果你70%的话 利率的话呢都可以做到 比如说3出头的样子 嗯 比如说3.125 我刚才可能说次了 我是说30%首付70%的贷款 是 那刚才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program 然后我也是 而且它 而且那个program呢 基本上你买1到4个unit 哦 利率都一样 哎呦 这个好 首付这要求也都是一样 嗯 可能那个周乐 你给他清楚 如果一般的话 如果你是multi unit的话 它不让你那么多 放放放放 只放25% 对 对 所以这个program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它也可以 它的DTA也比较高 比如说它可以到45% 哦 OK 嗯 然后呢 它还可以用比如说RSU啊 嗯 它还可以用RSU收入 奖金收入当然 没问题了 RSU收入 大家知道一般都需要两年哈 但是它们都可以 一年 只要超过一年 只要你有两年vesting 嗯 通常比如说你 你2019年 或者2020年初啊 或者2019年末 你到现在还不够两年的话 它们基本都可以take 都accept 对 嗯 嗯 然后呢 它们 而且你如果收入比较紧张的话 它还可以啊 用40年的term啊 嗯 来qualify 对 如果也可以使用那个 你买的房子上面租金啊 也不需要你以前有过 有过这个出租房 所以这个program是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个program 这个根本就是等于银行在帮助我们可以达到买投资房的理想 是是是 对吧 为什么不利用呢 哈哈哈 当然 当然 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首付比较多的话 比如我们最近有一个program 你如果35%首付的话 呃 前面低的时候都可以做到2.125 那当然那个也是也是5年的 然后呢 如果你是如果你是啊呃 就是呃 如果你是7年的话也都可以 现在的话基本都可以呃可能到2.375差不多 不过利率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其实现在买投资房的话也都是呃 也都是就是蛮友好的吧 就是有很多的program 其实真正有远见的人 有vision的人 他真的既然在那个时候没有找到property 现在找到了 嗯 当然还是要认为现在是在低利息的环境 对 这种情况可能以后就不复存在了 嗯嗯 其实说到投资房买房的贷款呢 我们真的是呃有很多东西可以说啊 但可以给大家再说一个还蛮unique的一个program 这种program通常比较适合那种 就是说呃你有房子 然后再去想买投资房 然后呢 你可能收入的话呢 不是只报税收入哈 也不是呃不是特别好哈 可能做那种一般的convention的路的话 你收入不够 但是这种program呢 它是呃不看你的呃不看你的报税收入 ok 它只看你的你的租金 嗯 如果你的如果你的租金能够cover你的cost的话呢 它就可以带给你 然后呢首付最低20% 嗯 然后呢呃 可能有的观众说 哦 在在温区的话 20% 25% 这个 太容易得到 不可能那个不可能那个租金能够cover所有的cost 是啊 对吧 但是呢呃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option 就是你可以做intress only 哦 但是如果你做intress only的话呢 那你的cost就低了 你就有可能cover 这个呢呃 我最近做过几个啊都是那样的就是呃 他们不能cover 然后我们就做intress only 然后就能够cover了 它这两个基本都是25%首付 嗯 就在温区 嗯 而且呢就是你intress only 那个利率呢和那个就是一般的 那不是 fully amortization fully amortization 它的它的利率是一样的 哦 哦 对 所以如果你说哦 我可能 intress only就是at the end of the term 就有一个balloon payment 呃 它是这样 就是说intress only呢就是头十年是intress only 然后十年到了十年以后呢 它就根据你还剩贷款额的多少 然后amortize另外的二十年 哦 可能到十年以后你的payment呢可能会会涨很多 嗯 嗯 但是我想十年还是蛮长的啊 也许你房子增值很多了 那就先 对对 那个时候你那个贷款好像现在觉得挺多 那时候可能觉得 对 自己那个时候的income也比较高了 或者是情况有一些好的变化好的转变对吧 嗯 或者是你就卖了去做一个ten thirty one exchange 也可以啊 嗯 那ok 所以呢 这个program呢我想再加再加一个点哈 就是如果你 如果你比如说你百分之二十首付啊 百分之二十五首付啊intress only啊 你还是不能够cover 哦呦 还有办法啊 它就不看你的租金了 它就可以啊 它就可以直接带给你 嗯 但是呢利率可能会稍微高0.25啊 嗯 0.35啊 也不像state income的利息那么高啊 对可能大家觉得还是蛮高啊 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今天我我再锁了一个利率 它就是它是百分之二十五首付 然后它就是不能够cover 嗯 然后Fly Amortization 它它是4% 嗯 百分之二十五首付 不看它任何收入 也不看那个租金收入 嗯 这4%其实利率真的是蛮好的 对于三十年 三十年固定 啊 这它这些都是三十年固定 所以说你不查收入投资房的话呢 这个利率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以前我们都没有看到过这么低的利率 对于就是类似这样的program 嗯 嗯 呃 可 我我想再加一点哈 好啊 好啊 这个program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个program 你还可以做二十六 在美国有二十六个州 我们现在都可以做 哇哦 而且我们不需要有那些州的license就可以做 哦 嗯 包括比如说Texas啊 Arizona 嗯 我也记不太清吧 反正是有二十六个州 Werginia啦 公安的 对对对 所以大家如果 嗯 包括Texas啊 如果大家有希望在那边做一些投资啊 这些program 我们都可以用 哦 哇哦 这个 那就可以了 哎呀 赶快把降码的电话号码再度告诉大家一次 4088583198 4088583198 4088583198 如果大家用微信方便的话 就加降码的ID是降码2013 中间都没有space 就是连在一起的 降码2013就可以找到它了 嗯嗯 好 呃其实这个program 还可以再加一点哈 嗯 它还可以做cashout 哦哦 它可以cashout到你房子value的75% 然后呢 75% 最高可以到达300万的贷款 300 OK 其实啊利率也都 我还没有见过超过百分之4.375 啊就是都是在这个利率以下 当然你我假设你信用分数都还不错的哈 所以其实这个利率也都是非常好的啊 我知道这种非常适合这些啊 呃这些呃呃地产投资人哈 比如说有人有很多房子啊 他也他也他也不需要去工作啊 他就管理这些出租房 但是他你说我我现在还想买房子 现在房市这么好 我我的我用的那些十几个房子啊 增值很多我还想再买啊 就可以用这个program 嗯 就而且也非常简单的一个program 所以你可以你可以从其他房子做一些cashout啊 然后再去买一些投资方 好cashout听起来现在变成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了 是是就是如何把自己在房子里面的净值 合法的用低一点的利息把它拿出来灵活运用 对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 比如说越是有房子的人 他们越越想要买房子的确 嗯因为他看到因为他知道嗯他有以前的这个经验说 哎我买房子确实是一个好的投资 所以他们呢就是这些聪明的人呢他们都是越有房子 他们越呃想从房子里把钱拿来再去买房子 这样呢他的资产呃 其实增值还是呃就更快 其实我们自己我们我像我们也是自己有房子 我们我像我自己都有一个spare sheet 然后我经常会呃隔一段时间就会呃看一下我自己的asset 呃现在有多少啊我们通通常都会我都会看到 哎呃其实asset增加的最多的还就是房子 房地权 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呃呃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可能比一些投资 我个人觉得大家不要就听一听就好了 就比这些我觉得如果我们个人自己做的话基本上比那些投资股票啊 这些都要更加的稳健更加的保险 嗯因为有appreciation 对有appreciation 因为这个趋势是一直在斜右方往上涨的 是是股票是真的会up and down up and down 对对对 但是有人做股票他很有心得的的话他可以稳定的成长 嗯但是你希望做股票什么大富大贵那个真的是大家要现实一点了 嗯当然如果如果你有你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股票啊投资什么也都很好 有这样的人他们投资都很好你也可以 这种人比较少可以从房子拿钱出来哦 比如说现在利率那么低你可以拿钱去去去买股票 如果你觉得能够比那个如果你能够说那个return超过三啊或者四啊 你就可以值得去拿钱去做另一个投资嘛对 您这种想法是很好但是我的经验是说大家千万要三思 三思而后行 要三思这种你看不动产的钱拿出来去做股票还是要三思 我刚才有我刚才有个前提啊是你股票做的很好的啊 对对真的是但是有时候市场哗啦一下谁也很难保证怎么样 好现在我们的节目时间已到再让我把叫马的联络方式告诉大家 电话是4088583198 江马的微信号是江妈2013 请大家多多跟他联络 他手上有太多太多的program 一定有一款或者是一款以上 适合听众朋友的您谢谢谢谢家谢谢 我们下次再谈祝你感恩节快乐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下面的访谈 GMCC万通贷款住宅贷款用物新扩展至7个州 也可在全美26个州提供租赁物特别贷款计划 总部位于湾区的华人Direct Lander 10万到500万的大小额贷款直接审核直接放款 欢迎致电GMCC专业贷款顾问获得免费咨询 张力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私生房屋贷款专家 他不仅总能提供最佳的利率 还可以解决各种房贷方面的疑难杂证 询问请指点408-315-9470 408-315-9470 瑰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请勤奉上 125James Avenue Asiton黄金社区 收华雅置私密庄园 六房5.5玉5400平方尺 占地42000平方尺 要价1580万 1117Hamilton Avenue Palo Alto 嵌力地中海风情五房5玉3300平方尺 占地1万平方尺 要价698万8 详情请指点德利昂650-785-5822 650-785-5822 房屋贷款利率的持续走低 让每一个homeowner都有机会申请到更低利率的贷款 Long On Time贷款公司 提供给您最快捷的方式 帮您了解市场利率走势 并及时提出申请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指点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Lets Real 帮您早日搬进温馨的家 让您卖法经历轻松愉快 为您提供全面的高质量地产服务 团队作业快速到位 Yes!Lets Real 65岁以上的您请注意 如果您现有Medicare 红兰卡福利 请抓紧时间参加 敖心理财权威Simon 2 赵世文所举办的湾区Medicare 红兰卡讲座 时间有限 有不同地区的零月费计划可选 请抓紧时间打免费电话 1888-746-6688 1888-746-6688 或上网Simon888.com 理财专家Simon 2讲解2022投保加州个人及家庭计划 Medicare 12月7日截止报名 中场报告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 资深贷款顾问April Wang 推荐热门贷款 全美多州分行开放 欢迎加盟 保险经济Amanda Wu 分享如何合理利用RAS的转换策略 减少未来赴税 11月20、21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好时光 炒股票就找由20年金字招牌的中文投资网 旗下美股VIP直播 全时段覆盖美股开盘时间 实盘交易展示 教你如何炒股 请拨打电话800-958-8561 800-958-8561 微信ChineseFN168咨询 亲爱的听众朋友投资朋友 大家晚安 我是周乐 非常欢迎您收听我来访问 投资顾问严济玲博士 我们来讨论一下 政治经济、比特币、股市 以及一直到今年封关的这个情况 听众朋友 让我们来了解在11月15日礼拜一 每股的成绩 在周一是小幅收跌 每债收益率攀升 令股指承压 交易员等待Walmart等等零售商的财报 以及10月份零零售销售的数据 拜登今天将签署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 截至收盘到指下跌12.86 到36087.45 纳指下跌7.11 到15853.85 国债收益率攀升 令科技股承压 道指成分股的波音公司 今天上涨5.49% 成为涨幅最大的道指的成分股 有消息称 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 正在与Airbus和波音公司 就宽体客机订单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 阿联酋的航空 在2021年迪拜航空展上 宣布订购两架波音777的货机 另据报导波音公司 周日宣布德国邮政DHL旗下物流公司 向他订了9架767-300波音改装货机 Tesla今天下跌1.94% 该公司的CEO Elon Musk 本月累计出售6344万股Tesla的股票 有报导称Elon Musk暗示 将卖出更多的Tesla股票 上周美国公布的消费者 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2% 显示美国的10月份的通胀的压力 创了31年的新高 此外美国劳工部上个礼拜报告 9月份有待记录440万工人离职 他们通常可以得到更好的待遇 在上周的经济数据还显示 美国11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降为10年来的最低水平 通胀的预期 创了10年来的新高 因为现今充裕的消费者 越来越担心通胀 接着请收听 严静林博士的访谈 严博士你好 欢迎你 周小姐你好 大家晚安 拜登政府现在的情况 还有他的困境 请严博士来替我们说一下 让我们了解一下 政治及经济方面 怎么样互相影响 好吧 好的 礼拜五半月之前 把基建法案给通过 我想最大的功劳 应该是Telosi 你可以看看那一天 详细的怎么在那里中衡百合 看来Telosi还是相当的老辣 是 当然对拜登还是一个好消息 可是呢 我们如果从后面来看的话 这个通过根本就是靠 靠共和党的 通常我们这个国家 对这种基建的法案 根本就是几乎435系 大家起立不掌通过的 以前都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搞到 Follow the party line 也就是说两党分开 那这一次为什么说 根本就是靠共和党通过的 你投票的结果 228票对206票 那是因为有13个共和党员 他跑过来投赞成票 才有 如果这13席没过来的话 民主党本来领先的 但是有6席跑掉 就是说基金派那些 那些 那些人跑掉6票 所以这一次 虽然赢了 虽然通过了 是好消息 所以法尔街也算是庆祝行情 那我想毕竟还是整个法案没有全部民意来通过 然后Follow这个party line 那在民主党本身又没办法整合 我想这是将来 华尔街要关注那些法案 税法 后面还有一个3.5变1.75的这一个 我想困难重重 也没那么简单 那华尔街现在的看法大概就是可能已经下了断言 说明年会撕掉参议院跟众议院的席次 那就虎院不同党 虎院不同党是华尔街比较高兴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也就是说 华尔街就是说你华府 你法案出来 你照你的法案 你该过得过 尽量不要来影响华尔街 这是华尔街最舒服的情况 所以华尔街现在大概已经可以确定 明年参议院跟中议院都会输掉了 我本来也是一直这样看 那经过Virginia州长的选举出来 事实上民主党是成为大败的 本来Virginia州长副州长 检察长还有House 全部都是民主党的天下 去年拜登赢川普也赢了10% 那这一次呢 以前干过州长的民主党的Macaroff 输给这个Yankin Yankin就没政治经验 他们是华尔街来的 我们知道有一个卡拉尔集团 很大的卡拉尔集团 他是卡拉尔集团的CEO来的 在卡拉尔干了25年 所以州长输掉了 副州长一个共和党的黑人女性 竟然当选了 然后检察长现任的又输掉了 然后House 民主党本来55对45 赢了10席 那现在输给共和党了 共和党51对49了 所以我今天这个真的是民主党的惨败 我们跟拜登 我想都是拜登的关系 因为内外大家都不满意 我想也是从外面来的 他的民调崩下来 大概就是从阿富汗撤军那个事情来 所以我想以后就是拜登会非常的辛苦 华尔街也认为没关系 反正法案这些该过的要过 然后在税方面不要打扰我 比如说我们这个unrealized的captal game 现在好像要对华尔街下手 千万不要 股票买了 你没卖 没卖怎么可以 标税 现在已经在动脑筋了 所以Tesla最近为什么跌了 他们把股票赶快给卖掉 卖掉 他说他的state要卖掉 10% 所以如果不是有这些东西来干扰华尔街 我想华府跟华尔街分开一点 你不要来打打我 我们到经济走 我们到安宁走 我们到金流走 到信心走 这样可能对这个市场还比较好 嗯 OK 其实unrealized 或unrecognized 的gain 都不是真的gain 那在12月31号 有unrealized 的gain 那说不定医院又跌了 那你这个就睡觉的 毫无道理 我第一个反对 我就不晓得 这个应该怎么算 因为现在已经有风声出来 那一定有人会去写这个话 因为事实上 美国政府的债 实在是太高太高了 现在就靠美人的信心来支撑 那只有跟有钱的人 像这个Tesla Musk一样 这些人来拿钱 你刚开始公司存在的时候 你就有股票 你到现在你涨那么多啊 你的身价从零开始到现在 不晓得多少钱 这一笔钱我没跟你拿 是很痛苦的 政府一定要跟你拿 那怎么拿呢 你刚刚那个问题很好 不晓得怎么扣税 我不晓得他法案怎么写 对 扣税的话 那然后Loss一年 只能够Deduct三千块 这个仗怎么打 通通是政府在赢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公平 唉好吧 好那联储局在上上个礼拜三呢 也已经开完了十一月份 这个比较重要的FOMC的meeting了 所以要减少买债的这个事情 从十一月中就要开始了 那他们到底对经济的看法 有什么样的这个神望眼第三只眼 他们到底是Data Driven呢 或者是以后情况不好 他又开始不要收表了呢 那这个也就是等于是加利息的另外一种变相的做法 那他们眼里的美国经济到底怎么样 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个谱啊 对往后今年当然马上要过了 明年后年我想华尔街的表现 或者是华尔街的关注重点 应该是在Fed Fed的决定当然 事上老实讲 他是看市场的表现 还要看这个Bound的Yield 他最主要是看这个 但是他对经济也要有一些看法 上一次这个十一月的会议完 他有记者会 那大概我整理一下 大概最主要他讲经济说 我们期待expect今年的这个经济成长会非常的强 事实上也没错 当然了他也附带说是Covid 把这个往上冲的经济有点拆煞 这个他大概的意思是怎么样 那Fed对经济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Inflation跟Employment的问题 Employment他看得很清楚 他也指出来了 他说Employee are having difficulty freedom job 就是说这个雇主很难去找到这个工作人员 不管在东部西部 我想全美国中小企业 也许大企业也是他有一个这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当然这个很难找到工人的话呢 也就是说工资会提高 那提高工资 那提高工资 当然有所谓的Vage inflation 就是工资上扬也是Inflation的一种 那这个原因他可能也知道就是说 Participation rate remains subdued 就是说要找工作本来 很多人本来如果没有Covid的话 他可能干到60、65、70岁 但是因为Covid的关系又关门 我就干脆大概大家生活上有很多经验 做你头发的、看你眼睛的 还有帮你按摩的这些就是干脆我就不做了 然后又有救济金呢 Participation rate當然是讲底 希望能够那些人再回来 就是有关于Employment方面 那这个Inflation Inflation的态度还是坚持说是过渡时期 过渡时期暂时情况 对但是这个过渡时期就好多解释了 他在今年6月之前 他讲的过渡大概想说大概三五个月 那现在的过渡大概也是说这一段时间 可能就是一两年他也可以叫做过渡啦 所以他的主要基调还是证为 我们不可能以后一直都是什么 五六七八%的这种Inflation 所以他说Inflation will receive Inflation会降下来 也许他在讲明年的事情 有的人说可能还要再一年 那一两年也算过渡 可能他的意思 不过总共来讲呢 这个Fed Women Paul呢 跟华尔街的communication 他是非常非常好的 他知道什么时候抽 什么时候放 什么时候讲这个 什么时候讲那个 他在communication skill 我觉得可能是律师吧 他做的是相当好的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 他这个水龙头马上要关掉了 等他1200亿 他说从11月开始 就这个月开始 每个月减掉150亿 所以11月就变成1050 然后12月900 蹦蹦蹦蹦蹦蹦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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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您觉得这个市场是如何被带领或者是带领的?会不会崩盘呢? 这个崩盘之说如果大家对消息面有注意的话呢 事实上从8月以来就有了最主要比如说啦 现在可以想起来的大概Bank America那个GeoCarry GeoCarry大概是8月初他就提出一个说市场会 市场会修正 当时大概4400点 S&P大概4400点 他就说可能修正13%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当然还没有进入熊市的20% 但是他这个讲法也让很多人把position给关掉好多 那还有大概也是同样那个时候 那还有大概也是同样那个时候 有Jim Carris Jim Carris他专门秀的喔 2020很惨败就是一路秀Tesla 结果Tesla一路涨 他也说在当时他就说这个市场可能进入一个risky phase 就是说进入一个危险的时段 他是怎么看呢? 通常小投资者都是跌最后一棒的 那事实上从8月以来我们可以知道 institution跟这个大投资者事实上是慢慢在退场 然后小投资者一路冲上去 那在这个情况应该是市场的尾声 可是没有他 我们9月有两个底造出来以后 10月11月是一路冲上来 所以现在是不是这个世界变了? 我们不知道喔 通常就是说在市场跌到最低的时候 2002年或2009年 那么小投资者根本就在外面 然后在市场最高的时候要崩盘之前 institution大概就慢慢走了 然后这个小投资者就接了最后一棒 那现在会不会这个样子? 我们真的是不知道 说不定这个世界已经变了 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喔 我的看法事实上我一直在讲的 在这个美元突破93.5以后 我们FED又一直要关这个水龙头 从美国QE出去的所有这些水 这些金流慢到全世界 真的是慢到全世界 那已经又淹回来的 我们看FED的RRP Overnight Recurses就知道 已经淹回来了 那它现在开始关水龙头 这个水会慢慢退炒 会退进来 退进来的时候就是说 一般人就是说美元在全世界割韭菜 把这个钱回来 回来放哪里啊? 当然就是不是房地产要嘛就股市 所以从金流上来看呢 投资人太多钱 所以我想也没有这么快 会达到崩盘的情况 公司有没有钱 公司也是太有钱 能个统计喔 跟大家share一下 1996年到2021年 这个股票的上涨 来自于哪里呢? 它把它分开来 分析出来说21% 来自于这个PE的extension PE本来都比较低的 现在PE投资人让它膨胀起来 所以21%来自这里 31.4%来自earning 那7.1%来自dividend 40.5%将近一半 来自shares by bet 公司买进自家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push 从1996到2001 让市场这么上来的 有40%的成分 是来自于公司太有钱 所以现在的情况没变 还是这样子 所以根据刚刚讲的金流的问题 还有这个人民有钱 投资人有钱 公司也有钱 从这方面来看的话 我认为恩盘之说 现在可能 延至过早 延至过早 我抢在你的前面说 是 然后你看恩名好了 我们看从去年三月 这个tentemic开始 道雄跌到1万8% 现在可能就涨一倍 涨一倍 涨一倍 是不是泡泡呢 也不能这样说 我一直在这一年半来 现在几乎每个月有在算 它的PE到底是怎么样 事实上我们一年半以来 股市涨了一倍 我们的PE大概 我大概也一两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 会在这里跟大家报告 几乎都在21、22中间 没有把PE催大 如果说是泡沫的话 当时PE20 现在不到市值了 可是现在也没有 根据Danny 我算起来才21.6 21.4 是不是 所以我 言之过早 还是你的话 言之过早 OK 好好好 但是大家还是怕啦 大家还是很多人怕啦 当然 当然 也有不怕的啦 现在不知道谁对 是的 但是很多人都说 现在呢 就是顺着趋势做 但是一定要短期 短期的做 这个也是怕的关系 你不怕的话 就丢在那边睡觉 他每天晚上都涨 那现在因为 有这个关系 是不是会崩 所以也就是说 赚了钱就赶快跑了 当然 这也是原因之一啦 那这个话题呢 就让我们来 apply到比特币上面了 比特币跟股市 有的时候走的是 同样一个方向 要跌就全部都跌 要涨就全部都涨 那现在比特币 涨这么厉害 what does that mean 可能跟金流有关系 因为太多钱了 如果你从国外 你今天给你100万 你可能会拿20万 买比特币 那这个比特币 现在大家可能也就认为说 这个东西已经 以前说可能不是东西 那现在认为说是一个东西 因为至少我们美国的 这个community exchange 交易比特币 另外还有一种 以太币 也在那里 也在那里交易的 所以投资人已经 不再问比特币 是不是东西了 反正也是一个投资的工具 也就是黄金不能吃 比特币不能吃 多是投资工具 那我想最近比特币 这样冲出来跟下面大家 这两个礼拜 根本大家睁大眼睛在炒 那个类似比特币的一些 那狗狗币史实币吗 小喽喽 因为这个 我的很多投资朋友 非常的恨 你如果是20年前 没进 30年前 没买Microsoft的 20年前 没买Amazon 还没那么弃 这一个狗狗币 也是最近炒的 但是狗狗币 又不炒了 这两个礼拜 再炒一个Shiba Inu Shiba Inu 就是采犬 Inu这种 就是狗 Shiba Inu 现在把它翻译成 采犬币 大家现在拼命 在找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 才在去年而已 去年它一个 第二次多少钱 0点 后面9个0 啊 现在后面 只有4个0 189 对 现在变4个0 所以前两天看到 Business Insider 一篇文章 就是说 当年有一个人 投资8千美元 8千美元的现在 值多少呢 值57亿 哎呦我还在说 几百万 也在57亿 大家都很恨 那它卖掉了吗 为什么不是 不是我 你8千美元 变57亿 我不要8千美元 我就投资 80块好了 80块也有五千多万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大家都在恨 我很多投资朋友在恨 然后他偏偏在找 所以这个 不要讲 什么8千变57亿 就是 雅福finance 他有讲到一个工厂的一个厂长之类的 也是因为靠这个 赚了一百万 那现在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他每天 他现在有57亿 每天这个钱包提款的 这个额度只能5万 那现在是这样 这个西班牙奴听说 每天提款 钱包只能5万 那5万的话呢 我给他算起来 他要312年才能够把这57亿全部提完 这不行 谁活那么久啊 像这个 大家为什么不在这里找 马上就有这个例子出来了 像Elon Elon Elon 这个地呢 里长了一倍 这个也很迷人 所以好多人 我不晓得啦 他们都在这里面找东西 找看看有没有去年能够 8千美元的 明年变成57亿的 大家都在那里面找 所以这个是神呢 还是是妖呢 真的是不知道 现在世界变了 这个咪咪 咪咪股都出来了 所以这个咪咪Coin 可能 大家吃饱饭 没事的时候 可以在里面找 那 也有可能 你投资个八十块 明年变两千万 也有可能 那如果每天只能提出来 三四万 那不是更惨 还好 总是有 每天有钱用 好啦 那每天用这么多 也是不错的 那这个 Elon 现在是零 小数点后面有五个零 对 这个CoinDesk 它不一定所有的什么 它现在还有什么 什么baby dog 还有Flocky 啦 这些都还没有在那里 平台交易 但是Elon 已经在那里交易了 Siva Enu 狗狗币都在那里 都在那里交易 有一个人回答了我这个问题 我说 狗狗币或者是 干脆就买几个狗屎币 它有一天成长到狗狗币 那 可是呢 你说 这个比特币要上涨到十万块 或者是二十万块 那在它涨到这么高之前 说不定会死一批狗狗币和狗屎币 然后才会轮到这些大的上涨 所以这个也是 你说它是神就是买 你说它是妖你就不买 不知道 神妖现在还搞不清楚 神妖有的时候是一体的 像现在这个Siva Enu 那根本就是说 有狗狗币出来以后 这个人就开玩笑 我说狗狗币怎么会搞出 这个东西来 我就开玩笑 给它搞出一个Siva Enu 结果 发现怪变57亿 哼 What can you say 好 现在技术性在现在的November 还有December 谈一下往后三个月的市场 对 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年底就是 每年最好最好的 连续三个月是 十一 十二 一月份 然后Sale Enu 已经结束了 我们应该在十一月一号 把他们买回来 如果你十一月一号 买回来 事实上是没错 所以既然市场在 making new high making new high 表示什么意思 在技术上来讲 没有一个人在股票输钱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就是说 没有overhead的resistance 所以这个市场 我们还是看好 我还是认为 刚刚我讲的那些原因 FED的原因 金流的原因 实践性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市场 在这三个月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当然小的collection 35% 可能性也有 但是呢 我认为 不会有什么 所谓的崩盘 而且我觉得还是会很强 尤其在finance 跟tech方面 finance 还有tech方面 感谢严谨博士 谢谢您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各位晚安 拜拜 以上言论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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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